3月24号学生攻占的行政院遭到警方的驱离 而当时呢住在附近艺术村的加拿大女艺术家指控 他看到了警方在暗向殴打学生 行径好像是怪兽一样 他只能赶紧打开大门让学生来避难 不过对于负责驱离的园警表示 他们不愿再激起对立了 有没有执法过当 会再透过搜证带来还原真相 推警冲撞3月24号学生攻占政院那晚 检方学生双方对峙大小冲突不断 当时人住在距离政院100公尺外 台北国境艺术村内的艺术家用手机记录现场 影片中学生情绪激动 外国艺术家不断安抚 其中一名加拿大艺术家Carrie 更指控警察救上怪兽 在岸上围殴学生 当他开门想让学生躲进艺术村避难 还被警方拍打大门要求叫人 3月24号当警方开始驱离的时候 距离行政院外100公尺的这个艺术村 里面有个艺术家自称看到学生遭受到警察攻击 因此他选择把门给打开 让学生进去避难 谈起那一晚外国艺术家心有余悸 难道警方执法过当争议再添一桩 现在的指控对警察来讲 我们都细心的检讨 那将来这个相关的施政 我们也会根据搜针的引带来做一个处理 确理过程敌我难分 警方克进职责达成上级交办任务 但在民众的自拍影片中 再度谈为外人知道的心酸 却只能哑巴吃黄脸 记者黄明君立成台北裁判报道